是安逢坡加賣賞 台中有一間出名的空白飯 去給民眾贏說 店家把主食的肉 直接放在路邊泡 也沒有蓋過 甚至不會很吃到去吃 是我們廚派人客家 要求入住善疑改善 如果沒有照謝安法 上當會可以放兩億 台中北東這間第一名的空白飯 民眾負責外面 沒有人回家拍攝才是蓋住的 也即使不做家裡頭來吃 但是在沒有發現的狀況之下 只要就這樣吃到飽 不就民眾看到這樣的外面 就說煩惱衛生會有問題 你一定看你感到有事 你也不會去買 當然有的不怕 沒有 我們都支持屬比較多 台中北東這間第一名的空白飯 比民眾看到這樣的狀況 煩惱的陰氣是安逸了 現在也出品隨便 原來就是這座過程當中 將肉燒好之後 渣時放在外面 滴水中五到十分鐘左右而已 不可能讓它曝曬 曝曬會壞掉啦 對啦 這個這個就聞的就會知道了 這時現場是這狀況 蒸肉原來已經在三個過程 都在社外露天來進行 民眾覺得感到不好 比當年其實安途就通過了喔 也派網告進來記者 可以送我槍開來開始 我們看一下 可以 就是一些比較小的地方 或者然後再針對一些我們現場看的狀況 那個Page 他在加強的部分會再跟他說明 當年其實是安途記者發現 雖然沒有發現 交易來家的狀況 不過衛生環境有確實 也只要規定來開立 限期改善通締書 要求也只限期改革 如果無情依照違反 是安排的規定 出六萬一上 兩億一還發環 記者 台中綜合報導 至少 我們回答 然後 我們回答 我們在看